第一个星呢 我已经是开始很感动了 流眼泪了 自己本身也是女儿嘛 然后也是理想背景 每一幕呢 都是很有感触的 我觉得看完长大以后了 过后呢 我会觉得 她不断地在提醒我 其实爱要及时说出狗 然后要及时行笑 这些画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在面对的 然后真的是也一直想起 因为我们都是游子在外 然后就一直想到 家里的妈咪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看着我们 每个人都几乎都会有这个公民 然后就是一想到那一幕 就会relate to自己的爸爸妈妈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take it for granted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子 觉得有点亏据啊 因为不能时常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你说要给我 长大以后我希望我会变得更好的自己 我想很多人都希望长大以后呢 能够过得更好的生活 能够跟家里人在一起 长大以后 我想要成为像我爸爸妈妈一样的人 一样这么温暖 长大以后 不管我长得有多大 我爸妈妈依然在我身边 长大以后呢 我想要让我的家里人 过更好的生活 回头 谢谢你给我在天空飞的自由 梦雨过后 你却正在路口 长大以后 我要跟父母多沟通 孝顺他们 我要更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 我希望可以用更好的语气 跟我的父母沟通 可以更容易地表达到我对他们的爱 我是想要可以跟我家人的关系来得更加好 花更多的时间去跟他们去沟通 去相处 我一定要像父母之前对我们这样的去照顾他们 多抽时间去陪伴他们 要为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也要就是把我自己的爱表达更清楚 我一定会花更多时间去陪伴我的家人 给他们更多的爱哦 想要像我的家人一样 依然很爱自己的孩子 然后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让身边的人都开开心心 不管是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爱人也好 然后大家一定要健健康康 我们一心关怀 热门人间 哦耶